恒生指数今年由曾经累升于4400点,变成一度倒跌于500点。股民才来才去,一场欢喜一场空。事实上,对比在期间美股跌创新高。 现时即使有调整但形处于高水平。内地A股亦相对靠稳。港股表现颇令人失望。加上如今社会内乱不止。资金仲无鸡飞狗走。环顾南筹股中,已有余半,26家,南筹股股价50日线。跌穿250日线。技术上俗称终极死亡交叉。听个名都似是大空。会否预示港股将进入极地寒冬。 由于50日线及250日线。分别代表中期及长期指标。被视为一个反映中长期趋势的讯号。 庆幸现时恒指尚未出现终极死亡交叉。50日线及250日线分别处于27743点及27518点。 但若然未来两周恒指持续下滑。侧颜面会出现此利淡指标。 届时可能会引发新一轮恐慌沽售潮。顾投资者而密切留意情况。 据过去经验。恒指现终极死亡交叉。 一般能预示跌市持续的趋势。 就如2015年8月恒指跌穿24,900点。 出现终极死亡交叉。 亦年见低位18,279点才止跌。 足足再跌于6,000点或26%,由于去年8月恒指跌穿29,500点。 并出现终极死亡交叉。 之后跌至10月低位见24,541点才止跌。 足足跌于近5,000点或16%。 不过,2012-2014年恒指,也曾出现终极死亡交叉讯号。 但后市却能反复回升。 关键是出现终极死亡交叉后。 要在三个月内修复失地。 即50日线重上250日线。 形成终极黄金交叉。 即有望扭转跌势。 显见。 明年股民食足定食饭。 年底前的港股走势甚为关键。 此期间,增持现金,保留实力。 一方面可以避免市况再落输得更惨。 另一方面有防一旦是虚惊。 后市现转机,手上有足够的流动性追货。